你 转软 交给你没问题的啊 有关系 我先走了啊 放心吧 拜拜 小悠 你怎么来了 我马上要去医院 我在等你啊 一起去吧 不用麻烦了 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也有责任 一起吧 交警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 交警那边说 只要他能够同意民事调解 就会很好办了 别愣着了 上车吧 叫大力给我马上过来 大力哥有事要吗 我帮你说事也是一样的 你听到了没有 我说叫大力 现在马上给我过来 还要把这些垃圾 给我收掉 很臭 主编 你怎么这么着急要转院啊 不然你给我交住院费吗 所以说 这个人生就像红绿灯一样 红酒必绿 绿酒必红 虽然您钱不见了 但起码人还在吗 不算太惨 谁惨呢 我看起来很惨吗 您不惨 不惨不惨不惨 又惨 不好意思啊 陆先生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具体的赔偿金额等您康复了 我们才商量 对对对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 巴黎明克 过来 您讲 我刚刚讲的还不够清楚吗 赶快把房间的垃圾 都给我清点 好臭 好臭 喂 好臭 你不是说你公司还有事吗 公司回公司看一下 喂 小悠 这什么人啊 我跟你说 要不是因为她受伤吗 你先消消气 她人就是这样 说话也没什么分算 何况确实是我装了她吗 算了 反正以后我也不会再见到她了 倒是你 以后尽量离这种人远一点 听见没 工作上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 记得告诉我 还真有 我有一个路任的采访 但我一直联系不上她 给她打电话是她老婆接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我骂一顿 他们这些成功人士是不是 不是 你说的路任 应该是那个大学教授吧 你可以试着去她学校 说不定有清晰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过 但突然去学校找她 她会不会不高兴 当然不会不高兴了 明天 我陪你一起去 好 那我先去看看她 好 你开车小心一点 别跟我一样 是你才要小心一点 对不起 主编 她还只是想过来道个歉 也是一片好心啊 我就是不想看到房间有垃圾 不行吗 那我照顾你你也不开心 人家给你钱你也不开心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不想私下调解不行吗 那要怎么样你才愿意私下调解 看你的表现 我发誓 我一定好好表现 我要上厕所 厕所就在那儿 很近的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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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帮我